因為我們哲伍有一個慣例就是一定要自我介紹 哲伍是一個三年前在台中成立的團體 然後他的成員大概就是上班族學生等等 就是白天有正職行業的人 然後下班之後或者是下課之後 想要為台中有一個可以討論各種社會議題的空間而組成的這樣子 那我們會很希望說來到哲伍的朋友們不是只有來聽 而且也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然後跟講者有交流這樣 所以我們會習慣就是先自我介紹 那你也可以在自我介紹當中就說你是誰從那一台 然後或者是就可以順便拋問題 比方說為什麼今天要來參加這一場這樣 那所以接下來我就把那顆風傳下去 大家好,我叫石偉辰 我是在台中工作 然後我是男人公務員 大家好,我是楊雅馨 我是台中人 今天來對球隊女士很好奇 大家好,我叫吳祐玲 我是小舟大學參發首學三 謝謝 大家好,我叫林玉玲 哲伍的常客 謝謝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民 我叫小Q 大家好,我叫邱毅瑞 我是從那個大陸過來這邊交換的 就是請同行們介紹 我現在有一個活動 然後就是挺不錯的 我們就過來 來學習一下 謝謝 大家好,我是楊雅馨 那我今天會來完全是就是 為了很聽那個主獎人 來看他的風采 會給他 大家好,我叫柯亮宇 也是晉雲大學的嘉翰生 謝謝 大家好,我叫林玉玲 我也是台中人 那我上週有參加這場獎中 想說這禮拜的話 我會繼續下去 一直睜 Wieder出現 大家好,我是神明 我是教育大學的學生 大家好,我是教育區精英 我也是教育學大學的學身 大家好,我是聖明鐘 我也是教育大學的學身 大家好我是竄鈴雲 演算一下 我是教育大學的學生 我想問一下 是被問題的難辨ис嗎 就是一直輸那種 還是 不能走 还是教授说 哲伍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所以要对 他说我们立场 哦立场的欢迎 每个礼拜五都有 大家好 我是李学生 教育大学学生 王云霞 大家好 我叫马丁 那我们是一个还在 不断地探索自己 还探索自己兴趣的人 对啊 我觉得今天的题目 特别的吸引 我觉得想知道大家的想法 和讲师的想法 是哪里不过人的 一些特别的地方 大家好 我跟他们建议是 那个刑事司法的工作者 那 这里刚才我年纪最大 来听听看 大家可以看 怎么样 呃 大家好 我叫黄贤勇 我来自台中文中 然后我是哲伍的志工 大家好 我是玉婷 然后是中餐艺的学生 我也是哲伍志工 大家好 我是台中文中的高音哲 大家好 我是台中文中的真秀文 大家好 我是女产 对我志工 那我觉得上礼拜 跟这礼拜真的很难得 因为我们真的很少 有机会跟法官 或者是检察官对话 然后还蛮期待今天 对 大家好 我是中国一的学生 然后 因为对本身的科系 是跟司法 这一块是比较不会触碰触到的 所以刚好有这个议题 所以想来多了解一点 嗯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芷翔 然后对这议题蛮陌生的 所以想来了解 谢谢 我们有自我介绍到吗 我们都介绍到的话 因为我们很难得 就是像刚刚于晨说的 可以邀请 上个礼拜邀请到法官 然后这个礼拜邀请到法官 在检察官 都是我们平常 比较不会接触到的 因为可能我们平常会接触到的 就是律师刑事啊 或者是民事 然后法官永远 住在很远的地方 然后检察官 就是 就是跟我们来说很陌生 然后我刚刚有跟两位讲者 有提到说 那今天刚好有一件大案子宣判 就是王景玉的事件这样子 然后提到两公约啊 或种种 所以我先讲了这个 这样以免刚刚大家搞不好 心里其实很想问 那等一下就在QA的时候就可以说 那我先介绍 今天有请到就是台南地检署的 李隆轩检察官 还有 还有定议讨论的 黄杰法官 那你看我就访问 因为今天啊 就两位讲者就想把他定做 就是穿越形式司法决定 与湘明正义的鸿沟 因为也许有时候 我们所认为的司法 然后跟就是 就是法官跟检察官 他们的司法其实是不太相同的 那我们会想说 与其在我们各自的世界里面 去想象什么是司法 那不如就透过哲武这样的平台 可以让大家有一个 直接沟通 或互相理解的机会 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 就交给检察官